大家好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四 我们复盘一下今天的情况 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也欢迎会员去观看更多的视频 今天最重要的数据面 主要是GDP以及核心物价指数的变化 那么第二季度的实际GDP年化戒律出值为2.4% 比上一个季度2%要增加了0.4个百分点的增幅 那么第二季度的核心PCE物价指数的年化率出值是3.8% 比前值4.9%大幅的下降 美国第二季度GDP意外加速 通胀指标也超预期走低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速强于市场预期 具体数据显示 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 首发预估值年化环比上升2.4% 较低季度的2% 高出了0.4个百分点 市场原先预计会放缓至1.8% 那我们看到下图就是GDP的增速啊 21年的第一季度到现在 从负值变到正数啊 美国商务部通常会根据不断完善的信息 对季度经济数据进行三次估算 本次数据的修正值 也就是第二次估算将于8月30号公布 与其他国家不同 美国将实际GDP年化纪律 作为最通用的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 因认为其更能反映出经济的趋势 若使用传统的同比增幅 美国第二季度GDP的同比增速 则为2.6% 高于一季度1.8%的涨幅 下图呢就是传统的一个计算模式 分享数据中 第二季度实际个人消费支出 初值年化环比上升1.6% 虽不及第一季度的4.2% 但强于市场预期的1.2% 第二季度核心PCE物价指数 年化环比上升3.8% 低于市场预期的4% 那么下图是核心PCE的那个变化 市场分析师 市场分析认为 表面上 看这份GDP数据反映出经济非常有弹性 对正在寻求软着陆的美联储来说是件好事 一方面如果今年秋天需要的话 美联储可以进一步加息 但另一方面来看 美联储迄今实施的紧缩政策并没有带来太多的降温 昨日美联储如期宣布加息25个基点 令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 以升至5.25%到5.5% 为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是美联储自去年启动本轮加息进程以来的第11次加息 累计幅度达到了525个基点 美国五党派组织国会预算办公室认为 尽管利率上升和失业率上升给消费者带来压力 但美国经济仍将基距足够多的力量 从而避免陷入衰退 CBO预计 今年下半年美国GDP折合成年率将增长0.4% 2024年及之后一年将稳步改善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声明中写道 近期的指标表明美国的经济活动一直在以温和的速度扩张 近几个月的就业岗位增幅强劲 失业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银行体系稳健和富有弹性 同一时间公布的美国上周首次申领失业金人数 录得22.1万人 低于市场预期的23.5万人和前值的22.8万人 另外持续申请失业金人数也有所下降 这组高频数据表明就业市场确实如美联储所述的那般强劲 美国三大顶级监管机构出手 大型银行资本金要求或将被大幅上调 美东时间周四 美国最高银行监管部门公布多年来最为全面的资本金改革计划 大型银行将被要求提高资本金规模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意外损失 而这一举措被业内人士抨击为愚蠢行为 根据联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货币监离署发布的报告 资产规模不低于1000亿美元的银行 必须将资本金规模提高约16% 最大八家银行需将资本金提高19%左右 资产规模在1000亿至2500亿美元的银行 被要求将资本金规模提高5% 该计划也将导致Regions Financial Cup Key Cup 亨廷顿银行等银行面临 本来只适用于大型银行的更为严格的资本金规定 银行业对此警告称 如此大幅度的提高资本金要求 可能会迫使他们削减服务 提高收费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不过监管机构认为 一个更具弹性的银行体系所带来的好处 将远远抵消这些成本 在今年发生一系列中型银行倒闭事件后 这些举措将有助于金融系统变得更加坚步可摧 今年以来 华尔街最大的银行一直在准备应对新的监管规定 这些规定可能会抹去他们在过去十多年里 囤积的数十亿美元超额资本 这也可能会在未来几年里阻碍股东回报 当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声明称 支持就提高银行资本要求征求意见 需要找到一个艰难的平衡点 监管机构必须考虑更高资本金要求的益处和成本 提议超出了巴塞尔协议的要求 必须确保提议的方案值得所需付出的成本 美联储负责监管的副主席迈克尔巴尔表示 该提议将资本金要求与风险更好地结合起来 确保金融体系更加稳定 监管机构将考虑所有反馈 并保持警惕 避免发生意外后果 银行被要求持有一定资本金作为缓冲 以吸收潜在损失 银行业则普遍批评该计划 称它不必要地增加了银行的资本金 缺乏足够的经济分析 并且不恰当地偏离了2017年达成的全球规则 银行政策研究所首席执行官J.B表示 今天的提议将不必要地提高银行的资本金要求 对消费者和小企业造成损害 使美国人更难从银行获得贷款 监管机构表示 他们将在11月30号之前就该提案征求公众意见 目标是在2028年7月1号之前全面实施这些要求 预计银行业将进行游说 寻求软化推迟或以其他方式阻挠这项资本金改革计划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的表现 标普500指数下跌0.7% 那么今天的K线在盘前冲高 但是今天是重要的数据面 包括GDP 包括核心通胀 这两个核心的数据 那今天的博弈结果 大家看到了是空头胜出 但是今天盘前的时候是冲高了 对吧 随后全天博弈完了是收跌 那这样的话 我们多头就要开始提高警惕了 随着K线越来越接近高位 最高这个位置 阻力区市场还是有洗盘的一个需要 否则这种冲高回路就大可薄弊 对吧 那么这个冲高回路需要下一根K线 往下继续跌破 这根陡峭的曲线就好了 想必今天多头还是在思考 这个地方是不是 至少是这波波段的一个相对的顶点 那么至于接下来会不会洗盘 今天这一根K线是看不出来 有点倾向于要再继续洗个盘 大家再看顶部 对吧 历史上的顶 然后到这了 你会发现多头开始紧慎了吧 就今天这根K线意味着多头紧慎了 冲高又回落 但是呢 我们的定义是什么呢 一根K线还不够 需要持续的强劲的阴线 破掉一些关键的位置 比如说陡峭的曲线 比如说横向的支撑区 再比如说更长线的多头曲线 好在啊 现在距离更长线的曲线 还有相当远的距离哈 所以对于多头来说 我们的决策呢 今天是周四哈 可能就在本周五或者是下周二 下周一下周二这样啊 就可以啊 这个判断好 它到底要不要跌下来 对吧 那么今天这个跌幅 其实收盘的这个角度来说 0.6% 0.7% 这样的一个幅度并不大 这柯现在看着比较厉害 主要还是冲高了 是吧 跟它的开盘价相比啊 收跌的幅度并不是太大 所以呢 今天这根黑线啊 是不是虚招一晃 需要下一根黑线来确认一下 那如果又是阳线的 又是阳线 我们的工作就是继续 又要继续观察 如果又是阴线的 那阴线的话 多头可以适当的减藏啊 适当的减藏 注意事 随后呢 我们看看震荡的情况 或者是深跌的情况 对吧 再考虑下一轮的做读 现在 今天无法做出最终的决策哈 不过啊 等会我们看完个股 你会感觉啊 可能啊 要有 至少要洗个盘 对吧 因为上一波这个洗盘 这个太太小了 是吧 就没什么深跌 对 我们假设它有可能洗盘了 但人家没没跌 今天这个黑线反倒意味着 有可能要跌一跌 神奇的是 今天的这个纳指收跌的幅度并不大哈 只有0.3%左右哈 0.28% 它冲高回落 这冲高回落意味着什么呢 那如果我们 我们严格一点 把这趋势线还是调整到这 实际上 我们前两天也一直在思考 到底咱给它怎么调 这个完全取决于 K线到底想要涨还是跌 对吧 如果你把这调的这么紧凑 你会发现 跌破 反弹 是吧 测试 然后再跌 那这是属于空头的一个架构 对吧 你别看今天跌幅不大 但是今天也是冲高回落的一个表现 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市场 他也希望洗一洗盘哈 也就是说这波洗盘还没有结束 可能还没有完全结束哈 所以对多头来说 要注意哈 后续我们可以把这个水平支撑区啊 作为下一次的减仓位啊 如果它跌破的话 他有可能去测试一下 这个长长的趋势线 那对于很多个股来说 跌的就比较深了哈 所以我们的支撑点啊 或者是减仓位 破位点 放在这根横线支撑区的下方 嗯 对吧 那如果今天是阳线的话 那我们就倾向于它横盘针呢 是吧 那今天是又是阴线 那看下一根是不是跌下来了 对吧 所以洗盘呢 像这种横盘运动 也比较常见 像这种稍微深一点的也有 对吧 所以呃 对于深一点的呢 我们就只能把支撑区作为支撑点啊 作为减仓位哈 嗯 所以啊 下一根K线看看是不是阳线啊 阳线的话就是横盘针当的 对吧 阴线就是竖直啊 嗯 好 这是纳指 一切都有可能啊 这怎么洗都有可能 这个盘 我们看一下道指 道指今天给出了一根阴线啊 那也就意味着上行的开始也是要忌惮高位阻力区这些都是阻力位啊 你别看是一根横线啊 但是任何位置都有可能给出一些阻力 对吧 呃 那么如果你是做波段的交易者呢 你可以适当的检藏了 那么后续呢 看这也是啊 注意今天只是一个破位信号 这根小陡峭区的线的破位信号 需要确认啊 需要接下来一到两根K线的向下确认啊 才能彻底离场 好吗 但是啊 短线波段交易者他已经离场了 好吗 他才不等呢 那即便是后续是震荡 他也需要重新考虑下一轮怎么做的问题 而不是这一波要不要走的问题 有的人已经走了 对吧 罗素 罗素今天是冲高了 符合他们的预期是冲高了 把这个2007那个点位给突了一下 但是又下来了 所以呢 多特们就要开始注意了 接下来我们就密切关注啊 是不是要继续破位啊 黄小波 说他的他要再回来的话 是不是也要继续震荡了 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啊 所以今天这根K线呢 有这个意思 所以多特们啊 一定要注意啊 明天的表现 好吧 特别是一些小盘股啊 特别是一些小盘股 好 这是美股大盘的表现 有网友让看一下黄金啊 黄金今天从 我不考虑其他的基本面的话 或者是什么调整之类的 那今天是一个大幅跳空高开 随后的一个回路 回补缺口的一个运动 对吧 那么他的整体态势 目前呢 还是处于震荡上行的一个思路 好 那今天虽然是回路啊 但是整体上涨的一个态度 后续呢 应该逢低去做多会好一点 这是黄金 好 我们看一些热门的标的 那么今天上涨的股票数量就相对较少 因为大盘都冲高回路啊 所以很多人在猜这是不是顶啊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美光 这美光科技 我们今天盘前 还是昨天排后啊 说了一下 这个图呢 应该做多啊 应该做多 对吧 好 那今天啊 相对来说跳空高开了一下啊 去测试74块6 接下来可能会去测试一下这个高点 那如果上不去的话 大家就不要恋战啊 因为大盘一旦回落 很多个股有可能会谨慎啊 也就是说里边的主力资金也可能会谨慎一些 好 我们看一下ZAME ZAME这个图呢 我们也是啊 在这几中呢 说在这个位置尝试做多哈 他跟大盘的区别在于 他就压根没涨过大盘啊 大盘在最高位置主力局这附近的 而个股呢 这个个股还没有涨上去 所以有些个股可能在技术位上 我们还是要看涨的 对吧 这个市场呢 所有的标的都是 基本上都是分化的啊 不要千篇一律 说他不涨怎么样 不涨其实我们的止损空间比较小 我记得是在这个附近 13元一战啊 11块5作为止损 或者11块7作为止损 都是可以的啊 这个图呢 技术位上确实是应该优先考虑做多啊 先不要考虑大盘 当然也要考虑啊 怎么说呢 这架构出现了 考虑的因素很多 但是优先还是以架构做的方向为主 否则就真的没办法做了 我们看一下英伟达 英伟达今天也是冲高回落 也说这个到底什么情况 是不是也要跌呢 这个目前还看不出来要跌哈 那么我们 我们之前在这给他了一个移动止损哈 我们调高到这就行了 如果他在接下来一到两个交易日破掉这一根 注意是这一根上涨就是线啊 这根当前的这根上涨就是线 万家破的话 那么市场需要进一步洗盘了 我们之前的移动止损是放在440来着 现在可以调高到450来 这不得多了10块钱来 今天啊 还收涨0.99%呢 怎么收涨呢 昨天的收盘价在这儿 今天的收盘价在这儿 因为今天是跳空高开 冲高回落啊 这种冲高回落的k线呢 一般都意味着二次探顶的感觉啊 但是这种感觉需要阴线来往下确认啊 才是二次顶 对吧 所以这个破位k线非常重要啊 就明天能不能给一个破位k线很重要 注意今天虽然是阴线 但人家是收涨啊 所以啊 这未必能跌下来啊 对这市场是分化的啊 好 这是sqq 他还没有到达这种决策信号啊 还没有给出来 需要往下杂才能给 我们看一下sqqq sqqq今天是大幅跳空低开 随后弹起 那这样的一个k线呢 从这个陡峭的下跌曲线的感觉呢 就是两根下跌曲线 一个是长长的这根 一个是近期这根下跌波段的 这根贴合 贴的比较紧透的这个 对吧 贴的比较紧透的这根下跌曲线 有一种突破回踩止跌的感觉啊 就是说 他跳空低开之后又弹了起来 那大家要注意 他有可能要弹 马上弹啊 当然啊 这仍旧处在下跌过程中的反弹 注意不是反转啊 反转需要下跌 去按得 突破回踩止跌 右侧止跌信号 才能去做反转 是吧 反弹 也就是说我们的纳指呢 目前正在洗盘 而不是走出大空头啊 能否走出大空头 需要右侧点位来确认 是吧 那这个空头 做空的ETF呢 就是正在反弹 后续需要突破上去 再回踩 才出现反转的进场信号 对吧 这一定要把握清楚 而我们的右侧交易者 没有进场 等待更长线的右侧 再去做 看一下AMD AMD今天收涨0.92% 它也是类似哈 跳空 相对于昨天收盘价 跳空高开 冲高回路啊 表明当前的洗盘运动 没有结束 多头呢 可以 如果你还有仓位的话 如果你是还有仓位的话 你要注意110一带 要向下跌破的话 可以适当检仓哈 如果你仓位本身就比较轻 你要拉长时间段去 投啊 因为市场还没有起稳 是在洗盘 你看这就是个洗盘行情 会不会再深跌一下 这个就不得而知 好 我们来看一下谷歌 谷歌今天又是冲高 小回路 但是它的一个上涨态势 没有终结 那什么时候终结呢 今天一根K线是判断不清楚的 你看上行过程中都会有阴线 都会有阴线 它需要在这些阻力区 给出强势的打盘 同时把这趋势线呢 要调高 还能不能破下来 对吧 这是谷歌 亚马逊呢 亚马逊也是类似哈 我们把这趋势线调到这吧 对吧 要看破位的情况 向下破位的情况 咱们再更大幅度的检查 不向下破位 都有可能是上涨过程中继 那一旦龙头股都向下破位 那市场呢 可能要大型洗盘了 对吧 有没有可能大型洗盘 有啊 为什么没有 你看这 这中间这个横线 之前是吧 大幅的震荡吗 这不是 这根横线上方也是大幅震荡 那到这 这次再到这 会不会大幅震荡呢 有这种概率吧 所以我们要 接下来几个交易日 要观察这个位置 破位的情况 对于台阶段的盯种呢 也是如此 就是你要拉长时间 去慢慢的买 不要一次性买入啊 因为它还在震 会不会伸跌一下呢 有可能啊 也有可能是横盘 现在其实已经是垂直震荡了啊 数值震荡了 我们看一下U U这个图呢 也处在临界位置啊 如果你 如果接下来再往下破 我们再给它横线这个位置啊 跌破41 可以适当检查是吧 因为41是底部横盘区域的一个颈线位置 它务必在这个附近止跌 才能继续走下一步 如果它再跌回来 那它就继续震荡了 是吧 说为什么个股又跌回来了呢 也有跌回来的可能性啊 不要认为不可能啊 一切形态都可以再次演变 那么事后看呢 这个凸上去的这个位置 就变成了假突破 有这个词吧 所以 一切都在演变啊 好 但是当前还要再继续观察一个啊 如果是大阳线 那还有可能继续长 好 苹果 苹果今天也是阴线啊 我们上次给出的移动值损 可以继续往上调 调到一百 其实也都一百九了啊 如果它跌一跌的话 还真有可能洗一个盘啊 因为长得太久了啊 这波太猛了 你看历史上 其实这种陡峭的也挺多啊 但是回撤也很大 还有的时候 要注意啊 今天没有去创历史新高 而是在历史新高下方就猛烈的回落 有一种双重探顶的感觉 有没有啊 所以啊 下一根K钱非常关键 是不是放下低 我们看一下88 88又是横盘啊 所以在这些区域抄底的朋友呢 我们的计划还是把止损放在81代就可以了 再看看能不能弹起来 因为这个也没有涨 对吧 还在相对底部 特斯拉今天大幅下跌吧 我跟大家说过吧 破位之后是要减仓或者是离场 后续慢一点 你看 今天阴线 这阴线就给空头更多的信心了 那多头呢 就可能啊 慢一点去减仓了 是吧 因为它还有可能继续深跌 对不对 好 这是今天的情况 我们先说这么多 剩下的我们明天盘前继续分析